醒目响咱们就开书 这两天呢有好朋友在留言区抱怨了 说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频怎么越来越短呢 哎您真得见谅 这年呢越来越近了 这不已经进腊院了吗 迎来送往的这谁家总得有点什么事 所以呢这视频短点啊 您得见谅咱们见扣子就收 但是呢也不会太短 基本上啊咱们和那些普通博主的时间呢就持平了 因为咱们平时的长书啊 都会啊稍微的长一点 没关系啊咱们打这个大年初一 我给您开新书开始啊 咱们会把这个时长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 可能呢还会更长一点 别急我给您补上 您瞧这不是昨天了吗 这因为家里有事啊还断更了一天 哎这都是难免的 得了既然咱们时长短呢 咱也不啰嗦了 咱们是即刻开书 打了胜仗 这乾隆皇帝挺高兴的 不但啊封赏了前线的领兵 统帅明锐 而且呀相关的一些将变 也都得到了封赏 最为关键的呀 那枚贵州藤牌手王连 一下子就从大头兵被提升为了游击将军 而且呢赏败了丹眼花灵 给了巴图鲁的称号啊 还有一个荣誉职位 什么呀兰陵侍卫 凭借着自己的战功啊 这王连算是光宗要足了 这举朝上下呀 无论是京师里的紫禁城 还是这前线的军营里呀 那都是一片欢腾 可是这情绪呀 也得很快稳定下来 因为这仗刚开始打 无非是这明锐与缅军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 那接下来呀 这军营里边的意见可就不同了 打了胜仗以后 这明锐就在军前召开了军前的总结会议 这明锐呀 首先转达了朝廷 乾隆皇帝的意见 乾隆皇帝什么意见呀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说呀 要指导朝靴趁胜追击 这明锐作为军前主将啊 他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一说出来这话呀 下边没人言声了 一片寂静 这会儿啊 大伙就把这目光都投向了两个人 哪两个人呢 一个呀 就是新提上来的夫统扎拉风哥 还有一位呀 就是这隋军的参赞大臣观音宝 这明锐一看这种情况啊 他心里就明白了 很显然呢 自他以下 在大仗之中 坐定的这些武将 以及隋军文臣呢 他们的意见肯定早就统一了 于是这明锐就对大家说呀 既然咱们这个军事作战会议要召开 那我就是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有什么话呀 你们不妨直说 这扎拉风哥呀 一介武夫 又刚被皇上啊 提升为了都统 即便有不同的意见呢 也不敢明说 只好支支吾吾的扭头啊 看向了观音宝 这观音宝琢磨了 看样子这话呀 就得我说了 因为除了明锐以外呀 这官救赎我大了 我要不说别人没人敢说 于是啊 他在这脑子里过了过词 又鼓了鼓勇气呀 还站起身来抱拳拱手 跟这个明锐就答对起来了 他说大帅呀 咱们呀打了胜仗了 咱们应该乘胜啊 这明锐说对呀 咱们应该是进兵吧 观音宝说不对 咱们应该呀撤军 这观音宝说呀 这两天呢 我在云里巡防 和这个各营重将也聊了 真实的情况呀 我也看见了 首先说呀 咱们在出兵一时 就连降暴雨 沿途河流是处处涨水 咱们在渡河的时候 我们的军械资重啊 就被冲走了不少 还不光说是资重 牛 马也是没少损失 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了很多牛马 一是被驮资重 二是以后啊 冲作军粮 可是受伤之后 不能前行就只有宰杀 缅甸这种鬼天气呀 这肉是放不住的 所以呢 浪费的也不少 出兵之时啊 咱们下达的军令 就是让这个部队 单兵携带口粮 原本呢 是觉得这样啊 就不会遭到 缅人的偷袭 这缅甸人呢 最擅长的就是 断其后援 偷营结粮 这么一来呢 虽然杜绝了他的偷营 但是呢 美人所携带的粮食 必定有限 所以将军呢 咱们现在所剩的 军粮不多了 开始啊 我还下令 各营重将啊 一定要留意一下 来路上的村寨 看一看这些村寨当中 有没有啊 这村民埋藏的粮食 结果呀 没有 将军 咱们在西北的时候 这缠回呀 倒是有埋藏 粮食 这么一个习惯 可是啊 这缅甸人没有 因为这儿的粮食 一旦埋到土里呀 或是发霉了 或是发芽了 并且很明显 这缅甸军队呀 肯定针对此事 下达过命令 咱们所来的村庄啊 不但没有粮食 是一点物资都没有 一个活人也看不见 并且呀 现在兵士疲累 虽然咱们打了胜仗 但是军中伤亡很大 不但是因为伤亡 这鬼天气 导致这军中啊 瘧疾伤寒 立即肆虐 咱们再往前行军呢 形势不明朗 一旦咱们攻到阿瓦 这北军没治 那很容易啊 咱们这些人 就会被敌军包围 到时候弹尽粮绝 咱们处境可就真的危险了 这明锐啊 听完了观音宝的汇报之后 他急了 一拍桌子 蹭 站起来了 这会儿啊 大伙都看向这位主帅 这主帅没这样过 明锐给这些将军 平时的印象呢 简直就是一位儒将 打仗的时候 极其英勇 平时对待下属啊 连大声说话都少 这怎么一下子就急了呢 人家观音宝说的 是客观事实 本来又没添油加醋 实际上这些人都不知道 那谁知道呢 我知道 什么原因呢 这明锐在听这个 观音宝奏报的时候 他就想好主意了 那观音宝说的这些事 他知道不知道啊 他作为一支大军的主帅 他能不知道吗 那他为什么还装出惊讶 发这么大的火呢 这其一啊 他北陆军是什么情况 他不知道 说是啊 这明锐带领着一万两千多人 在正面突击 可是您别忘了 北陆军那一万多人呢 他也是他的属下 无非是交由这 俄尔登哥率领啊 供到阿瓦城下 对阿瓦城 何为之事 我这儿啊 是撤兵了 北陆军若是收不到消息 他仍然孤军深入 那被敌人吃掉 包围的可能就是他 十个手指 哪个伸出来 摇摇都疼 我也不能光把北陆军就放弃了 虽然呢 这缅甸地处 燕仗之地 不过这会儿啊 是冬天 这军中啊 肯定有得实陵病的 不过呢 离爆发呀 可还远着呢 因为这会儿蚊子少 这瘧疾啊 他还不至为大规模的传染 咱们怎么着呀 也得打两仗 把缅军打疼了 让他有大规模的损失了 咱们再撤回他木帮 哎 或者是撤回云南去休整 咱们沿途这些村寨呀 咱们找不到粮食 不证明再往前走 找不到粮食 一旦再要打了胜仗 突击下敌人的几座城寨呀 我想里边肯定会有存粮的 最为重要的是 主子爷是让咱们往前冲的 就没准备让咱们撤军 一旦咱们撤了兵 这主子怪罪下来 谁又能担得起呢 所以说这明锐啊 即便是拧着脑花皮 也要用这个大帅的余威 把军营当中的不同意见压下去 这大帅一拍桌子 身边的二十名各式哈 哗嚓一声就往前迈了一步 这手可就都摁到腰刀的把子上了 站在明锐身后的是谁呀 就是刚刚被提升上来的 三品游击将军 那个曾经的贵州藤牌兵王莲 这王莲呢 虽然在战场之上 被提升为了三品游击 可是谁心里都明白 不能立刻呀 就让这个王莲去带兵 因为这赢了的兵啊 跟王莲曾经都是袍泽兄弟 突然啊 他提了三品的副将了 这些昔日同吃同睡的战友啊 很难服从他 这种火线提升啊 即便是带兵 也是啊战争结束以后 调到其他军营去带兵 这样仗着战功的威名啊 这将军才能服务 这王莲这会儿啊 仗着自己有巴图鲁的名号 又是这个兰陵侍卫 被这个明锐啊 临时就编到了自己的卫队当中 成了自己卫队的队长 哎 这是他现在应该干的 在一次战役当中 立了这么大的功 现在呢 在这个大帅身边当差 一是提升士气 二呢 给全营上下的官兵啊 也做做表率 既然是侍卫长 就得有侍卫长的样子 别的各式哈侍卫啊 按住了刀把子 这王莲呢 为了感念这明锐 戴维向皇上 为自己请功的知遇知恩 苍狼一声 可就把这个刀啊 从刀鞘当中抽出来了 倒提着拎在手里 这明锐啊 回头看了看他呀 示意他把刀放回去 自己人这开军事会议呀 用不着这个 一看大帅如此举动啊 这重将也都吓坏了 知道这大帅明锐啊 肯定是不同意撤兵 于是啊 纷纷低头也不敢言语了 这关印宝呢 以为自己一挑头啊 大家纷纷响应 把明锐架到这儿 咱们就撤军休长了 可是没想到 重将官这会儿啊 都害怕了 不敢言诗 把他给干这儿了 明锐回头转向他 这会儿啊 好像这气儿也消了不少 只是很轻蔑的 从嘴里啊 说出了八个字 如其哪否 非丈夫也 这关印宝是满洲 红脸汉子 虽然是随军参赞大臣 可是那也是武将出身 他信了话 明锐呀明锐 我官尔家是战功赫赫 是英雄辈出 咱们可都是在这西北战场上 和赵慧将军生里死里 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主 你这轻蔑的八个字不要紧 你这是瞧不起我 戳我的废管子呀 我说这话 是为了我自己着想吗 还不是为咱们这一队大军着想 咱们现在撤军回去休整 无非是让皇上埋怨几句 重则的 就是啊 被降个一级两级的 继续在军中效力 可是一旦贸然进兵 被缅甸人包围住 打了伏击 那形势之凶险 就很难料想了 也罢罐总得井口破 大将终须镇头王 想到此处 这观音宝往前抢占一步 应声答道 若非满洲丈夫 无柴供将军死可也 他说呀 就是因为我身上流着满洲英雄的血 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人 和将军您一同出生 根本就没想别的 就是来和您一起赴死的 这明锐呀 也是没办法 看了看着意气风发 被他激起斗志的观音宝 挥了挥手说 散仗吧 各自回营去 准备咱们明日进兵 看了看观音宝 愤愤的背影啊 他也只能苦笑一声 心里想啊 我的老哥哥呀 我也是没办法 改天呢 我再给你治酒赔罪吧 这大兵继续前行 出兵不几日 便来之在了格农山 这明锐到了军前一看呢 什么叫做天险呢 这就叫做天险 一到峡谷啊 把这两山隔开 两山搭计的路 不在谷底 而在半山腰 那有人就说了 那这是怎么个神话啊 本来也没有桥 也没有路 不知道哪一天呢 一块巨石 从山顶滚落 卡在了半山腰 形成了一座毒石桥 这当地人和马帮啊 顺山而上 走到这个巨石处啊 以巨石为桥 才能过剑 那过剑是过剑啊 只能是单人牵着马 过这个石桥 因为呀太窄了 这人呢 能够牵马而过 这牛呢 如果是满带资重啊 是万万过不了 这独木桥的 如果在往常啊 把这个附近的参天巨木 砍断 搭在这个独石桥的两侧 把这个桥加宽呢 这大队人马呀 倒是可以在桥上 编队通行 可是俨然 这缅带人有准备 这附近呢 一棵大树也没有 连扎法子的藤条 都被人家砍断 扔到了谷底的江中 那再看看 谷底的江水呢 宽到不太宽 就是深 并且水流湍急 这 这可如何是好的 正在这明锐 没有办法渡河之际 在远处的丛林里边啊 可就走出了一队人 为首的是一位老者 一打听才知道啊 是华人 也就是中国人 可现在的话说呀 是华侨 在这儿啊 是专门等着明锐的大军的 于是这老者呀 才要给这明锐将军 指出一条明路 这清军才要飞渡 天险